作为炙手可热的当打国角 韦氏豪如今却陷入转会困境 由于足协允许球队献心参赛 广州队教廷部分有合同在神球员转会 不再允许这些球员免费转会 这也导致韦氏豪寻找下家难上加难 新赛季极有可能已60万年级 在广州队继续效力 作为鲁能清训出品的韦氏豪 本身因为极具天赋 非常被俱乐部看好 想要和他签订职业合同 但却遭到了其家长拒绝 郑维士豪想学习深造不再踢球 结果维士豪转身刘洋镀金 回国后转头上海海港 郑维鲁能球迷口中的叛逃者 也基本堵死了他反回鲁的力量 就说白了就是能力不行吗 我为什么回国呀 我觉得我自己在国外踢不出来了 就是中国这环境这个钱太多了 你作为一个中国学你太幸运了 你跟国外比 他们是没有退路 对 非洲小孩一家老小 就指望他踢出来两家呢 我们有退路 就我们上进行 可能就没有人家这么想 我觉得好 我踢不出来我回国 演的这样的大戏 为了赚大钱 2017年 维士豪回国家 能上海上榜 一整部赛系中超比赛 14场首发8场 打进三球三助攻 维士豪张扬的性格 并不为球迷所写 而加上队伍中有吴蕾在 他无法坐稳主力 因此待了一年后 又转头北京国安 顶着刘洋新兴的名头 维士豪一度被很多国安球迷看好 但还是受个新挫累 加上不在主教练战术体系内 维士豪一年中超登场18场 首发9场只获得了两立进球 被国安球迷印象最深的 就是那个替补登场的惊天乌龙 而后维士豪转头恒大 被国安球迷视为叛逃 未来想回国安 恐怕不那么容易被接受 维士豪来到恒大后 在卡纳瓦罗麾下 确实得到了成长 交出的数据抢眼 也成为了国家队常客 维士豪甚至在广州 成家买房磨火 或有种中老球队的感觉 只可惜广州队遭逢变故 球队大幅度降薪 60万年薪对于维士豪而言 可能真的连房贷都还不起 但目前广州队叫停了 有合同再生球员的 零转会费转会 加上能开得起维士豪 薪水的俱乐部不多 深冬太深 北京国安回不去 上海海港不需要的 维士豪的未来 可以说是举不为鉴 但即便是60万年薪 留在广州队 他也只能接受 毕竟他需要比赛和数据 证明自己 以便寻找新东京 以及获得国祖主帅青睐